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最喜歡一個LOGO 我最喜歡LOGO是那個 打人家海底機的那個LOGO 哈哈哈哈 喔 剛剛我們那個樂團簡介啦 就是大致上ROCK的風格大概就是 ROCK就是選擇你的情緒啦 然後你負面的那種感覺 或是什麼就類似是這樣子 然後聽玩一首歌 或者是聽一張專輯的時間 可以讓你做自己 然後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們主要LOGO 然後有 呃 其實你很常用 沒有 因為我們當初設計是 我們當初設計啊是想說 我們音樂人要 就是下面有寫死了都要聽 那如果死了要怎麼聽呢 我們當然就是把死神抓傷了 他就會沒辦法管透我們的音樂 有沒有 我們就下面這個T啊 這個烏鴉像是死神啊 然後就有那個血痕 像是死神被打敗 你知道嗎 死神 烏鴉 那 然後我們顏色其實很簡單 就是黑色跟紅色 一起 這樣 就是我們的LOGO 他可以帶不同的 就是他蠻朋友的 不同的 顏色 那不同顏色呢 他都可以一起用在不同的地方 那他應該是沒有顏色的那個問題 如果黑色 那後面會講到 好吧 呃 後面那個黑色的鼓咪 那就是 不可以在那個 我們的LOGO啊 上面有那個 條紋 就是他會蓋住我們的空 還有我們也不可以重複 對 這個工作證 真的超帥的 我們工作人員超可愛 我們工作證 做的一個特別的就是我們的那個字型 用有點酷炫的那種 酷炫的字型去做 然後我們的 安排上面也有連理的那個質量 這是我們的紙袋 因為通常演唱會嘛 他開演唱會紙袋也不會做得非常好 又單調然後又能裝東西 對 還有做好破了沒關係 再拿一個就好 這是我們製作的 就是有放LOGO的合作廠商一起做的那種 演唱會賣的T-shirt 然後 我們會把我們的LOGO放在用口旁邊這邊 然後這個吉他 是我們林杰銘做的 然後這一個是我們的宣傳車兼保護車 對 上面這個LOGO都給我們自己都 那我們有把我們的LOGO跟那個樂團的那個 海報和超大宣傳海報都放在上面 對 然後我們最近有沒有趕上熱潮 最近有什麼重生演唱會 有沒有人跟他們交路 對 然後我們有大大的把那個LOGO的名稱 放在那個宣傳車上 就開過去就看到你 超大 對 對 這個是用寫的欸寫的嗎 哪一個 那個D&D D&D它是 它是 它是用字型然後再改編 這是我們有 跟 一個系統 做那個 簽約 有 有 有做那個 就是 博物片 PING PING 對 然後這個是我們劉錦銘做的 來 登 好 這是 這一個是波片 不懂 這一個是海報 就是剛才車上那個 然後它通常也會貼 就到處都會貼 那個什麼捷運啊 那邊都會貼 就大家 點唱會的啦 通常有交通娛樂的地方 好 我下一張 這是我們的CD封面 就是外面賣那個封面啊 我們直接就是用紅色的底 感覺比較有那種質感 然後又有末日重設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的字型就給它加一個 反亮的那種感覺 就很酷炫 然後這是我們CD專輯 這是我們剛才的專輯那個 它叫什麼東西 是 是 然後 後面 這是我們剛才CD盒裡面的光碟 它是我們 有那種 班金語先生 來了 站起來 幫他顧一下 就是他做的 他還很特性的幫你把那個 揮殼啊 全部都標出來了 對啊都標出來了 我們用 也是 用很酷炫的 那種成本也很貴的 用那種還幫他燙 燙紅色的 有沒有 那個是 酷 對就是要酷 好 最後拿我們的 Logo 來當我們的壓軸 剛好也是DN 好 謝謝大家 好大家對這一組有什麼 我最喜歡他們的Logo 我覺得他們Logo就很棒 這一個Logo對不對 對啊 我也最喜歡他們的Logo 我覺得他們那個爪的這邊設計 對 我也是最欣賞的 對 我也是最欣賞的 你們那個烏鑰是代表到死亡的意思 對 代表到死神 因為人家有死神的一個化身 對 他的一個死皮化的一個象徵性的一個動物 然後他們的色彩我覺得 就是也搭配不錯 因為通常死亡就會想到血嘛 所以用紅色 然後通常那種搖滾樂團幾乎也都是會用黑色來做表現 然後還有他們的字體 我覺得選用的也不錯 對 就是是這種比較像街頭噴漆 然後那種撕裂的那種感覺 因為這有點像被邪見到的那種感覺 對 你再接觸 蛤? 你這有點 不要拿這個來開玩笑 好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 其實因為他們是樂團 他們的很多的規範好像就比較可以做得不這麼嚴格 好 就像你們想想看MTV這一個Logo 他Logo是會一直變化一直變化的 所以其實就是你們做不同的產業 其實他對於Logo頂牌的一些規定限制就會不一樣 像是做樂團他們就會比較鬆 因為有可能一張專輯就變一個Logo 像五月天也是 五月天的Logo其實不會只是長一個這樣子 所以他們也從事做 他們其實大概有兩組不太一樣的CI 你們一個是這樣子 然後一個是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其他團店也做得還蠻漂亮的 對 然後T-Shirt我也蠻喜歡的 好 那還有其他同學有跟你們分享什麼意見嗎? 好 那我們就掌聲謝謝他們 謝謝你們 好 好 好 終於我們最後一組 不好意思 時間拖得有點苦 好 好 終於我們最後一組